这是一个禁止恋爱的国家 但是没关系 反正年龄一到 国家就会给你分配一个老婆 至于分配一个什么样的 要看国家对你的评估如何 这是为了应对少子化的策略 少年少年们一满16周岁 就会被分配结婚 并且禁止个指定之外的对象谈恋爱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满意这个政策 比如我们的男主跟岛 他已经快要16周岁了 可是他心里暗立着班上的女生美孝 根本就不想要国家给他分配的对象 为此还和半年一半几个叛逆分子 一起发誓坚决不结婚 没想到美孝也跑来嫁入他们 美孝可是打击的女生 一想到要不了多久 连女生都要分配给他们不认识的男人 这群男生就更崩溃了 晚上跟岛又掏出了自己真层的半块橡皮 这是他和美孝缘分的证明 在五年前 美孝和跟岛还是同桌的时候 有一天美孝忘带橡皮 跟岛注意到后 纠结了半天 才把自己的橡皮一分为二 把其中一半给了他 美孝居然正面坐到他耳边说了声谢谢 从那之后 他就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暗恋 然而事实上 这五年来 他也就跟美孝说了那一次话 结果到了晚上 父母又哪壶不开提哪壶 说了国家要给他分配对象的事情 家里人都非常期待跟岛的结婚对象 但跟岛一想到美孝那张绝美的脸 就难过的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而且他和美孝年龄相仿 美孝也随时可能受到政府的通知 留给他表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想到这里 跟岛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一大早 去到走廊上叫住美孝 先是自我介绍叫跟岛 问他还记不记得 他们小区的时候在同一个班级 没想到美孝对此一点印象也没有 跟岛网如被雷劈一样带了在原地 人家都不记得 你还表个什么白呀 这下跟岛彻底说不出话了 但是还是鼓起勇气 出着美孝的背影喊道 下午六点 我在小公园等你 一直等到你愿意来一位置 于是跟岛就真的等到了晚上 结果因为无聊 还用沙子堆了一个古墓出来 结果被巡逻的警察发现了 一看他是个未成年 就让他赶紧回家 跟岛想的都这个点了 美孝大概是不会来了吧 刚就被离开 就被拽着胳膊 美孝就算真的来赴约了 虽然人是来了 但跟岛还是第一次跟女神正面交流 紧张的无语伦次 不知道该说什么 美孝就告诉他 其实自己记得他 这句话给了跟岛勇气 他终于把一直藏在心里的话 全说了出来 为了和美孝在一起 才努力考上这个高中 为了能成为美孝相疲惫的男生 就各种迂回调查家的喜好 而他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我喜欢你 万万没想到 听到这句话后 美孝开始流泪 然后掏出乱的半块橡皮 原来他也一直都记得那件事 并且从那时起 就开始喜欢跟岛了 合着这俩人双向暗恋了五年 此时此刻 两人聊着过去的事情 心里全都涌起了幸福的感情 跟岛更是不由自主地 将美孝抱到怀里 再一次激情告白 他在这五年里 一直喜欢美孝 一向一后 永远和美孝在一起 美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于是也回报了过去 紧接着还主动提出要接吻 说着直接坐上了跟岛的腿 两个才互相表白的少年少女 就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在公园里肆无忌惮地亲吻 然而就在这时 跟岛收到了政府通知 他的结婚对象 已经被分配好了 等等 这个名字不是美孝的名字吗 这世上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情 国家给他分配的结婚对象 就是他暗恋的女孩子 但是紧接着 又有两个自称是 政府的工作人员过来 给了他一份婚约书 可上面写字的名字 却是莉莉奈 跟岛瞬间就急了 后来慌张地问 自己手机上明明不是那个名字 肯定是弄错了吧 工作人员却告诉他 一切也婚约书未准 可能是系统出了什么故障吧 说完后 不给跟岛反驳的机会 就扬长而去 而跟岛又转身 想跟梅孝解释 而梅孝的表情 已经恢复了冷静 表示他今天不打算过来的 也打算把心永远藏在心里 不过 今天这30分钟的回忆 已经足够的支撑 度过未来70年了 这是委婉和跟岛分别的意思 他们互相暗恋 却无法在一起 因为仅凭个人力量 根本无法对抗国家机器 这份感情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得知儿子的分配 结果已经出来后 跟岛的父母激动的 跟他安排相亲 还特地跟他请了假 但跟岛为了逃避 还是果断去了学校 没时到连老师都觉得 这个学士不用上了 和相亲比起来 上学算什么 就连梅孝听出后 都过来对他恶语相向 但那天晚上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份感情 就作为他们各自的回忆 所以希望跟岛 不要再给他添乱了 没笑的话 伤透了跟岛的心 于是昏昏恶恶的 跟着父母去见了结婚对象 这个莉莉奈 居然是一位 不输没笑的没少女 不过即便如此 她心里依然是 没笑占第一位 在双方家庭互相了解的时候 也一直爱声叹气 沉默不语 这样没礼貌的行为 直接惹怒了莉莉奈 直接把外套脱下了 甩她头上 就算他们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也没必要摆出 这颗心不在焉的姿态吧 当局就表示 自己绝不会跟这样的人结婚的 说完后 就气冲冲的跑了出去 结果两家父母 还不死心的撮合他们 让跟岛赶紧出去找莉莉奈 莉莉奈只能硬着头皮出去找人 心里想的 却是这样结束最好不过 反正她的确是个 又没礼貌又没尝试的人 心里还喜欢美笑 然后随手推开一扇门 万万没想到 刚好把里面的莉莉奈扑在身下 看着对方 这诱人的姿势 跟岛不为所动 两个人也趁这个机会 把话说清楚了 其实莉莉奈根本就不想 和陌生人结婚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到这里了 发现跟岛是这么一个人 就更不爽了 跟岛只好把自己 有喜欢的人的事情说了出来 表示自己是因为今天早上 他说了讨厌自己才这么失落的 一听到这个话题 莉莉奈克就不困了 赶紧让他详细说说 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喜欢的感情 也是第一次听别人说这个话题 得及了结婚对象的烦恼后 当即决定 要协助他去刺他梅笑的心意 为了应付双方家长 两个人还手拉手一起回去了 第二天回学校 跟岛把自己和莉莉奈的合照 给同学看了一下 一看根本的结婚对象 居然是个大美女 之前还喊着 不要结婚的好兄弟 瞬间眼红起来 除了跟岛的好机友人版 人们还故意挑衅美笑 他要不要去看一下 可惜美笑毫不理会他的条件 之后也一直跟岛保持距离 放学后 跟岛就被莉莉奈叫到了他们学校 可到了之后 无论跟岛怎么发信息 对方都不回复 只要向同学打听 二年级的莉莉奈同学在哪里 没想到 那些同学管莉莉奈叫真田虫 然后告诉他 应该是在保健室 等跟岛过去才发现 莉莉奈还在睡觉 莉莉奈告诉跟岛 他从小身体就不好 为此休学了一年 当再来到学校 已经无法容忍那些小团体了 莉莉奈也懒得加入他们 为此还努力学习 保持了年级低一名 为的就是狠狠打那些人的脸 一听到莉莉奈说 自己也不擅长和别人交流 跟岛还有点小开心 觉得他们两个人有点像 都是那种把事情摆在脸上 不太会虚于尾一的人 一番话 把莉莉奈说的不太好意思了 赶紧起身准备办正事 这才发现 自己居然连裙子还没穿上 两个人经历了一番冰红麻乱 才出学校 更好的街上遇到了美校 直到那个就是自己未婚夫的暗恋对象 莉莉奈直接忙了上去 告诉他 自己是跟岛未来的结婚对象 两个人找了间咖啡厅 把话说清楚 莉莉奈表示 自己的跟岛完全没兴趣 她更想知道 美校是如何看待跟岛的 此时的美校并不知道 跟岛本人就在后面听着 开始毫无估计说解了 自己对跟岛的看法 首先就是后脑勺特别好看 被老师点掉的时候 肩膀一抖的样子也很可爱 莉莉奈越停越不对劲 人道在美校眼里 跟岛的魅力就只是后脑勺吗 她虽然从来都没有动心过 但也知道一般人 应该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吧 而美校还让她滔滔不绝的 说着自己眼中的跟岛 可能这才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她身上的一切都无比吸引自己 两个人越聊越投机 还交换了联系方式 越好下次在一起出来玩 这还是莉莉奈第一次 叫到同龄的朋友 在美校离开后 直接激动的哭了起来 还问跟岛 自己现在心跳很快 是不是喜欢上美校同学了 跟岛瞬间就慌了 等等 你不是帮我助攻的吗 为什么会喜欢上我的女神呢 赶紧告诉她 这种感情并不是爱情 毕竟没有想跟她接吻的冲动 这句话暴露了 她已经跟美校接过吻的事情 莉莉奈就灵机一动 提议让她再跟美校接个本 当然她知道 光靠跟岛肯定是不行的 就在周末 把美校约到家里玩 也把跟岛叫了过来 跟岛还以为 她要跟自己商量什么事 推开门一看 发现美校也在 屋里的气氛 瞬间变得尴尬了起来 美校更是当场就想离开 莉莉奈就劝她没关系的 反正她跟跟岛 又不是马上又结婚 是要干嘛了 只好鼓气勇气喊一声 莉莉奈这才注意到 存在感激为低落的跟岛 想起来还要办正事呢 赶紧把两个人叫到跟前 上来就是一句 你们俩现在就给我打波 更没想到的是 美校居然没拒绝 还去卫生间清了一下口气 回来就邀请跟岛 过来跟自己接吻 跟岛意识到 莉莉奈已经变成了 彻头彻尾的CP粉 嗑的就是她跟美校的CP 但她毕竟跟美校相互爱恋 能接这个机会接吻 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不好 还没等跟岛反应过来 美校就已经主动凑上来 然而就在两人 即将嘴唇相贴的时候 跟岛突然转过头去 这个吻最终还是没有完成 离开之前 美校突然问莉莉奈 看到刚刚那一幕 有什么想法 然后握住她的手 表示其实她希望 莉莉奈能够喜欢上跟岛 毕竟他们两个 则是政府安排的结婚对象 而说这话的时候 就仿佛看透了一切一样 而实际上 莉莉奈刚刚也确实 心跳加速了一瞬 回到房间 而且除了莉莉奈 连美校好像都被她鄙视了 两个人之间 那奇怪的氛围 还被跟岛误以为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再一想 这两人狼才女貌 是天生的一对啊 不过有莉莉奈在中间调和 跟岛和美校的关系 亲近了不少 最起码美校 不会在学校躲着她了 得知莉莉奈给跟岛 下着死命令 让她每天都跟美校接吻一次 美校再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被逼动之后 就不管不顾的吻了上去 两个人是一点都不担心 被别人看到 温得相当忘情 久久不能分离 这一幕又刚好被好机友人板撞见 但她并没有打扰两人 放学后 跟岛收到莉莉奈的信息 说今天要晚点碰头 她便趁这个时间提出 想和人板聊一聊 不过人板又先去打扫 等回来的时候 发现跟岛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外外没想到 接下来 她居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人板竟然直接凑到跟岛嘴边亲了一下 好家伙 这里有男童啊 跟岛好不容易醒来之后 问她的第一句话就是 跟岛的关系才是情敌才对 但是这种事情 她是不可能告诉跟岛的 之后两人迎着夕阳一起回家 这一天 莉莉奈来到跟岛家里做客 因为政府要来人关心一下 他们的感情状况 出完饭之后 跟岛妈妈 让他们先去房间休息一下 还调款就她想做点什么事情也可以的 美校这还是第一次来跟岛家 不时睡路 差点走错方向 跟岛便立刻拉住她的胳膊 这次的触碰 让她心中涌起了一股陌生的感觉 赶紧双手扇风含糊了过去 一进门发现 跟岛的房间 简直就是脏乱差的代名词 就主动把它整理了一下 接着看到了一本相册 是跟岛的小学毕业相册 上面还有美校的照片 里面还有跟岛跟美校唯一一张合影 虽然是误打误撞拍来的 莉莉奈好奇 跟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美校的 跟岛回答是因为橡皮擦 但莉莉奈却觉得 肯定是先喜欢她 才会把橡皮擦借给她的 她这么一说 跟岛也不确定了 直接的那天不管做什么都很高兴 第二天也看到了 有过去完全不同的景色 所以不管怎么说 那就一定是美校 成为她心中特殊存在的瞬间 紧接着 莉莉奈又追问她 有没有跟美校接吻 想到那天在学校那个吻 跟岛还是选择了坦诚 听到这个意料之中的答案 莉莉奈并没有惊讶 也没有别的奇怪的感觉 就让跟岛加油继续做下去 可跟岛却觉得 莉莉奈好像有点生气 两人争执之间 莉莉奈一不小心压到了跟岛身上 刚好被政府工作人员撞权 察觉到他俩之间的气氛怪怪的 就开玩笑 问刚刚是不是在做瑟瑟的事情 还安慰他们不用害羞 这种事情很常见的 毕竟政府分配的婚姻 也被称作科学的红线 是根据他们的基因和性格 才决定分配对象的 得知他们俩甚至没有接过完 工作人员觉得 这个进度有点慢了 就告诉他们 有些进度快的一个月 基本已经上本垒了 让他们接下来好好加油 告别跟岛他们家 就准备前往美校家 难道美校也受到政府通知了吗 为什么 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 莉莉奈就很好奇 美校的分配对象是谁 但这种事情 自然是无可奉告的 而听完那位工作人员的话 跟岛已经没办法思考了 难道之后美校 会跟除自己以外的 别的男人结婚吗 莉莉奈就让她冷静一些 这种事情 自己在这擦也没意思 不如明天上学的时候 问问美校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及别忘了明天 继续跟美校接吻 跟岛却已经不想的那样下去了 现在他们两个 都是有婚约的人 做那种事情 岂不是很奇怪 第二天一整天 跟岛都没有找到 和美校交流的机会 放学后还被老师叫去干活 美校刚好装见美校和人板 不知道在梳洗什么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 看起来有些奇怪 跟岛就在教室里等着美校 他们还要一起 完成老师安排的工作 趁这个机会 跟岛就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他这美校并没有受到政府通知 昨天工作人员去他们家 是因为别的事情 这才放下心来 不过这种事情 早晚都要来的 美校也迟早会接到 分配结婚的通知 他便告诉跟岛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他都无所谓 在他心里 说他们家人已经被安排好了野营 但他把美校也叫了过来 两女一男的野营 怎么听的感觉很奇怪 于是第二天 跟岛又去找好机友人板 希望他能跟自己一起 人板一开始是果断拒绝的 可架不住心上人的请求 最终还是无奈的同意了 周末一大早 四人就在车站集合 人板看起来没精打采的 让跟岛有点自责 很快人板和利利奈也过来了 利奈一看的人板 就想起他上次对自己恶语相向 只问跟岛为什么会带这个人过来 还骂人板是变态 跟岛和利利奈的家人 先去收拾住宿的地方 让他们这几个孩子做饭 跟岛看人板那样帅脸 还以为他很会料理呢 万万没想到是个厨房小废物 一刀下去连肉都切不断 跟岛只好积过刀 让他去把土豆洗一下 结果人板拿着洗洁精 问他要挤多少 好不容易做了一锅咖喱 跟岛一个人就喊两个美少女吃饭 发现他们已经换上泳装 开始在玩水 这个画面太刺激了 他感觉有点承受不住 赶紧躲在石头后面偷看 可惜很快就被两个人给发现了 利利奈就邀请他一起过来玩 正想上岸把跟岛拉过来 一不小心脚滑踩空 把脚腕给扭了 于是跟岛立刻把人横抱起来 走向阴底 同时提醒没笑 把两人的东西给带上 因为利利奈现在身上只穿了泳衣 跟岛的手贴着他的肌肤 能直接感受到柔软嫩滑的触感 努力压下心中异样的感情 生怕自己一个把持不住 把人给摔了 到了阴底后 利奈已经可以下地走了 刚刚的接触让他非常羞涩 他真的把这莫名其妙的气 撒在了跟岛身上 骂了他好几句笨蛋才转身离开 这一幕又刚好被美笑撞见 这时人板走过来 问美笑为什么要跟来 你是走M吗 看来人板早就知道 美笑喜欢跟岛的事情了 而美笑也知道 人板很喜欢跟岛 两个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可这幅画面落得跟岛严厉 就成了他们俩打情骂俏的证据 晚上跟岛和人板在同一个房间 他觉得人板肯定是 顾及自己喜欢美笑 他一直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 当接触到人板面前问他 是不是有事瞒着自己 人板还以为是上次偷情 他的事情暴露了 内心瞬间慌张起来 幸好关键时刻 莉莉奈和美笑过来敲门 邀请他们一起参加试展大会 作为主持人的莉莉奈 还特地把跟岛和美笑安排在一组 自己就牺牲一下 跟讨厌的人板待在一起 跟岛和美笑走着走着 就变成了手拉手 突然一只萤火虫飞过 美笑拽着跟岛追了上去 就让脚下一空 摔下了悬崖 跟岛立刻飞不上去拉住他的手 两个人双双掉了下去 幸好这个小悬崖并不高 只是落地姿势有点不大对劲 而且为什么连扣子都被崩开了 正当跟岛下喊人救他们的时候 美笑却一把把他拉进了自己的怀里 两个人的呼吸越发急促 与此同时 人板还能跟莉莉奈讲道理 他听说 莉莉奈不仅不想跟跟岛培养感情 甚至还想撮合他和美笑 就感觉这小姑娘多少点离谱了 告诉他 如果他的计划成功 跟岛拒绝政府通知的话 是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但傍晚所说的 想考县立大学的梦想将会难以实现 因为那所县立大学的门槛非常高 他会优先把拒绝了政府通知的人刷下去 他做着一切 只是会让跟岛变得更加不幸而已 天真的莉莉奈还是第一次直面现实 明明他只是想让自己的两个朋友开心而已 这时 那只萤火虫又从他们俩身边飞过 两个人便跟着萤火虫来到悬崖边上 发现下面那两人正在激情拥抱 等跟岛起身后 梅笑还赶紧吸起了扣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刚刚在做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跟岛赶紧解释 他们俩只是掉下去了而已 在上那几个人都知道他们俩的感情 也不过多询问 任版和莉莉奈更是直接下去和他们同甘共苦 竟然顺着小路跟着萤火虫来到了河边 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萤火虫 将河水映照的熠熠升辉 看到这么美麦的景色 多情又纯情的少年少女们 心中想的自然是个恋爱有关的话题 最后四个人一起手拉手 任版想了想还是决定对跟岛道歉 他以为跟岛其实知道自己偷经他的事情 但其实跟岛说的是他喜欢梅笑的事情 约是一个没了的误会就这么产生了 而这次露营 同样眼而跟岛和莉莉奈的感情近了一些 莉莉奈甚至主动了解了跟岛的爱好 约好下次和他一起去看古墓博物馆 万万没想到 在露营结束的当天晚上 莉莉奈就做起了和跟岛在一起的春梦 明明她也是一个连初吻都没有送出去的纯情少女 怎么就做了这种梦呢 就跑去图书馆查找接吻的相关内容 刚好遇见了同班同学美作 美作是六年前负责为莉莉奈治疗的实习医生的妹妹 她一直都希望和莉莉奈做朋友 便趁这个机会主动和她交流 可莉莉奈却表示自己和她没什么可说的 只让美作有些失落 不过还是振作地站了起来 通过刚刚和莉莉奈聊的这几句 她发现这孩子什么事都写在脸上 既帅针又有趣 如果能和她成为朋友一定会很开心的 可惜只能成为一个遗憾了 她的话让莉莉奈想起了根岛曾经对自己的评价 突然心中涌起了一股冲动 搅住了美作 问她做朋友 具体需要做些什么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她能告诉自己 就这样 莉莉奈终于交到了在学校的第一个朋友 另一边根岛和梅思的感情就不太顺利了 回到学校后 梅思的一直在堵着根岛 只是老师走过来 让根岛和旁边的男同学立刻回家去 说是让他们参加政府举办的讲习会 出去的路上 两人还遇到了人板 一听说他们要去参加讲习会 人们的表情就变得有些不太妙 但根岛并没有注意到 到了讲习会门口 还遇到了初中同校的另一个女生吴时兰 吴时兰并没有跟根岛打招呼 就静止走了进去 之后 根岛遇到了同学和她的结婚对象 之前还嚷嚷着不结婚的同学 看上去却和自己的结婚对象相处得非常好 紧接着莉莉奈也来了 还给她带了个挂坠做礼物 根岛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东西 开心的表情已经压抑不住 于是也送了她一个猫猫 同学的结婚对象就打趣 他们看起来感情很好 这句话让两个人同时愣住了 似乎在不知不觉间 他们的关系有了一些改变 所以讲机会 就是告诉这些年轻少男少女们 他们谈恋爱或者结婚之后 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以及小宝宝是怎么被生下来的 毕竟这个政策从一开始 就是为了对抗少子化产生的 当然要多多催他们生孩子 理论只是讲文之后 老师还放出了参考视频 然而此时跟岛脑海中 却想的是没笑那张脸 简直辜负了一旁的莉莉奈 因为莉莉奈回忆起自己那个春梦 因为心情太过紧张 一不小心碰到了跟岛送她那个逆偶 便握住逆偶 闭上已经不敢再看 她羞辱的表情让跟岛有些心动 赶紧环顾四周 看其他人在做什么 发现有些同学 已经开始跟结婚对象打播了 这时上次通知他们那位工作人员 走到了跟岛旁边 问她此时的感想是什么 一直喜欢的女人 和被安排成你对象认识的女人 你究竟要学到哪一个呢 很明显 她说的就是莉莉奈和美校 最后工作人员留下一句 不管你这么想 要做出决定的那天已经要到来了 加油吧少年 一期下一个房间会有人监视 说完之后就直接离开 果然台上的老师直接宣布 他们的下一个环节是在单间过夜 等待被点名的过程中 跟岛和莉莉奈听到其他人的讨论 说是不做的话很可能会受惩罚 有个人的姐姐就被请去喝茶了 还传到了学校里 连成绩都受到了影响 至于究竟做什么 那可不就是刚刚讲课的内容吗 很快他们俩被安排到了房间 跟岛心中却陷入了纠结 这个房间里有监控 不做会受惩罚 在之前只想着自己的事情 可现在牵扯到了莉莉奈 她就不得不做出决定了 这样想着 直接把莉莉奈摁倒在床上 原本只是想装成再做的样子骗过监视者 但在接吻之后 跟岛看到了莉莉奈的眼泪 瞬间清醒了过来 她做的这些事情 根本没有和莉莉奈商量 换句话来说 这是在强迫一个不喜欢自己的女孩子 跟岛赶紧从莉莉奈身上起来 告诉她 刚刚有人跟自己说 这里被监视了 所以为了不受到惩罚 他们只能假装 莉莉奈却告诉她 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 政府干出偷拍的事情 是不会被原谅的 如果被曝光的话 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幸运 还说跟岛应该是被人耍了 跟岛内心感受到了深深的自责 赶紧向莉莉奈道歉 殊不知 莉莉奈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怪她 她只是感觉被跟岛触碰的时候怪怪的 会让她不像自己 所以希望跟岛这段时间 能跟自己保持距离 第二天两人沉默的分别 莉莉奈率先离开 跟岛去找到那个工作人员质问 可工作人员却反口问她 如果是个美笑的话 刚才是不是就做了 这个问题 跟岛无法否认 不知不觉 文化季就要来了 跟岛他们般要表演的是 反串版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美笑和人版作为斑花和斑草 自然是理所当然的要演男女主 一听说美笑也演罗米欧 跟岛对忍不住期待起她的男装了 刚想把这件事告诉莉莉奈 就想起来她上次说过的话 只好克制住自己的分享欲 然后和其他同学一起帮忙做道具 坐着坐着 就掏出莉莉奈送她那个 你有赌物私人 没想到被同学一撞 你有飞了出去 跟岛刚想上去前 就被没注意到的同学 一锤子砸了下去 正在对台本的美笑一听说 跟岛受伤了 赶紧跑去了衣物室 问她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总感觉她今天有点奇怪 跟岛当然不可能说出 她和莉莉奈的事 就把话题转移到了梅笑身上 感慨真是好久没跟梅笑 终于要说话了 于是梅笑告诉她 那是因为她给自己下了禁止令 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的接近跟岛了 不然只会越来越喜欢她 到时候怕她自己承受不住 也会伤害到跟岛和莉莉奈 今天听说她受伤就再也忍不住了 坐到跟岛面前 让她直视自己的眼睛 一问到底这怎么回事 跟岛就要告诉她 自己因为一些事情 伤害到了莉莉奈 于是梅笑就趁周末 把莉莉奈约了出来 委婉地告诉她 跟岛最近有些没精打采 问她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莉莉奈就回答 她其实也很久没跟跟岛见面了 明明不想见她 心里又感觉好寂寞 从来没有恋爱过的莉莉奈 不知道这是怎样的感情 梅笑却意识到 她已经喜欢上了跟岛 这天跟岛均略在学校里 遇上了一个白毛工作人员 就把自己和梅笑 莉莉奈的事说了出来 于是工作人员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以前有个人 有一个从初中开始就交往的女朋友 但是有一天女朋友收到了政府通知 女朋友就告诉她 如果她愿意结婚的话 自己会为了她拒绝政府通知 然而那个人给出的答案却是不确定 之后两个人就分手了 女朋友也嫁给了国外分配给她的对象 再后来 那个人也接到了政府通知 直到那个时候 她才察觉到 女朋友对自己而言是多么特别的存在 她想用这个故事告诉跟岛 一定要听从自己的心声 忽然的话 后悔也来不及 于是跟岛决定鼓起勇气 对莉莉奈表达自己的心意 她不希望失去莉莉奈这个朋友 就把自己的心情全都告诉了她 还约她周末一举去看古墓 可是那天 莉莉奈并没有回复她 不过回家后 妈妈就给了她一封莉莉奈寄来的信 信上是莉莉奈非常认真的回复 并让她文化及加油 跟岛看到这封信后 心情是无与伦比的愉悦 甚至激动的从家里跑了出去 和她相别 没笑此时就痛苦无比了 她知道莉莉奈已经习惯上了跟岛 而这样下去 跟岛也知道会习惯上 那么优秀可爱的莉莉奈 但她好想自私的独占跟岛啊 只要她不去提醒 过去那两个人 根本察觉不到他们自己的感情吧 和莉莉奈和好之后 跟岛就干劲十足了 结果人版又不干了 她越来越无法接受 女装上台饰演朱莉叶 甚至干脆撬掉了排练 跟岛便追上去想要劝切 最起码也要为了同学们努力一下吧 没想到两个人争吵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人版的父亲 一看到父亲 人版拔腿就跑 但这位老父亲腿脚相当利索 直接翻越栏杆 跳下去挡在了人版面前 三个人找了家庭 开始唠嗑 跟岛的心情无比紧张 总感觉对父子之间的氛围怪怪的 人版的父亲 要人版好好对待自己为数不多的朋友 还告诉跟岛 其实这孩子小时候可活不开朗了 加入了足球部 人气也很高 每年过生日都非常热闹 跟岛赶紧表示 人版现在也很受欢迎 这次文化季还要演主角呢 一说到这个人版可就不乐意了 起身就要去洗手间 趁这个机会 人版父亲拜托跟岛以后 多多关照自家孩子 他疏远那些人肯定是有自己的原因 但既然肯定跟岛敞开心扉 那说明应该是把跟岛 当成了特别好的朋友 跟岛自然是一口答应 回到路上 又被人版聊起了话剧的事 并告诉他 他自己想看他演朱莉叶 并不是抱着看一笑话的想法 是觉得只有他眼 才会出来那种又好看又好笑的效果 突然跟岛问人版觉不觉得 其实他们就像罗密欧与朱莉叶 明明有喜欢的人 却被决定了对象 所有人都在否定你的爱情 这个故事想表达的东西 是有备于日本现在的状况的 可他依然家喻不晓 就说明这样的爱情绝不是毫无意义的 他希望看到人版出演这样的爱情 如果他愿意的话 一定是事业上最美的朱莉叶 跟岛的真诚还是打动了人版 最终决定继续出演朱莉叶 很快到了为两位主演 量身定制服装的日子 美少的美笑看起来瘦瘦小小的 居然这么有料 外面的男生听到里面的谈话声 一个个全都羞得脸红 人版也因为长相帅气 吸引了无数女生围观 有的甚至还想上手摸一下 终于到了九月份 新学期开始了 这段时间 跟岛和莉莉奈一直在用书信交流 文化期的日子也越来越临近 整个虚秀的活力满满 这天跟岛和美笑一起去送宣传单 跟岛察觉到 美笑最近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总感觉他在勉强自己一样 他没称赞起了美笑试验的卢米欧 得着策划还想让美笑和人版在舞台上 接吻作为高超场面 只不过被两个人当场拒绝了 于是跟岛又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怀疑 至于美笑是怎么看待人版的 美笑知道他误会了什么 表示看到人版那么努力 感觉还是挺帅的 然后就问他和莉莉奈最近怎么样 跟岛却忍不住反问了他一个问题 喜欢到底是怎样的感情 于是美笑把自己这些年 对跟岛的感情全部说了出来 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泪流满面 为什么他没有被悬上 为什么明明知道就算喜欢也没用 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听到美笑这番话 跟岛再也不想压抑自己 直接上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 然而等两个人都冷静下来之后 美笑还是选择继续撮合跟岛和莉莉奈 他不想看到莉莉奈伤心的样子 希望跟岛能忘掉今天的事情 说着还露出了一个极为勉强的笑容 终于文化季的日子到来了 美笑作为主演还换上衣服去外面拉观众 野生男装的他看起来也帅气无比 很快吸引了不少妹子 而跟岛又在修院里遇见了那位工作人员 上次他拜托男人查一下 自己收拾的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信息上显示的结婚对象名字是人版 为什么文件上又变成了莉莉奈 好幸老哥胡语话真就帮他查了一下 就结果来说 跟岛被分配他的对象的确是莉莉奈 但是他注册的政府通知服务中 有被入侵过的痕迹 还有可能是有人给他发了那个通知 说到这里 老哥还很关心 如果跟岛的分配对象真的弄错了 他会怎么选择呢 与此同时 莉莉奈和自己新交的朋友美作 也来到了这所学校 刚好碰到了正在发传单的跟岛 两个人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乍一看到精心打扮过的莉莉奈 跟岛还有些怦然心动 两人的心情同样紧张 跟岛赶紧把戏剧社教师的位置告诉了他们 这代缓者也尴尬 自从莉莉奈到来之后 跟岛做什么都有些心不在焉 直到看到了既有人版的女中伴相 瞬即就被惊艳到了 台上两个人都是自己在意的人 跟岛当然也要去看一下他们的表演 那两人的表演相当完美 就仿佛真正的罗米欧也注意了一半 最后一个喝下毒酒 另一个用刀刺穿自己的心脏 随着他们相拥倒下 目不也缓缓合了起来 所有同学都忍不住起立鼓掌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成功的演出 结束后 跟岛想着一定要去夸夸人版和美笑 美笑的那路上被吴神兰给叫住了 上来就问他 手段内的通知怎么样了 以及今天美笑所饰演的罗米欧是什么感觉 还不等跟岛回答 他就直接说出了答案 虽然很帅气 但好像随时要是消失不见一样 但告诉跟岛 那是因为美笑为爱情付出这一切 其实美笑才是他真正的命中注定之人 而这句话 刚好被前来找跟岛的莉莉奈听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也想知道 跟吴士兰却不愿意再说 美笑有志即便要撒下无数谎言 也要保护的东西 而他则负责保护美笑 得知那条政府通知背后还有引擎 跟岛和莉莉奈都一起坐不住了 尤其是知道 跟岛和自己的婚姻分配 很可能是出错的 莉莉奈在心里就更慌张了 两个人决定 找吴士兰打听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这件事 不能直接去问美笑 所以看到美笑和人版时 他们只是称赞对方的演出 美笑的这场演出 人版的父亲和哥哥也来看了 下周是人版哥哥的婚礼 人版父亲必要请他们一起参加 之后跟岛从美笑在里 打听到了吴士兰的联系方式 鼓起勇气添加了好友 结果对方秒具 跟岛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莉莉奈 万万没想到 莉莉奈发过去的好友申请被秒接受 吴士兰还邀请他明天去他学校 跟岛想和他一起的话也可以 于是两个人就一起来到了 吴士兰所自的超级基因学校 在近期之前 莉莉奈还看到了一篇文章 分配对象这道政策的体验人也信吴士兰 两个人刚靠用那条百科 吴士兰就走了过来 把他们俩带进了猫咖 可跟岛和莉莉奈一问道 和美笑相关的问题 他就闭口不打 只说跟岛和美笑 有着超越政府通知的宝贵缘分 曾经的吴士兰非常讨厌美笑 总觉得他的笑容有些虚假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美笑喜欢跟岛的事情 也是从那时 他才真正了解到美笑 两个人因此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美笑对跟岛的爱 全都被吴士兰看在眼里 他想保护这样一份闪耀的爱情 同时也想保护美笑 但他们之间 有政府通知横杠的其中 吴士兰竟然跟岛知道 谁也才在他真正的命中注定之人 说到这里 就被之前另外老哥打断了 老哥一一上来就表示 跟岛的对象是莉莉奈 言算过程也很齐全 一夫不想让吴士兰继续说下去的样子 还提醒他 别在几个人之间瞎巧合 吴士兰也意识到 只能自己一个人保护美笑 就直接背着包离开了 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信息的 跟岛和莉莉奈只好跟着离开 到了周末 四个人一起参加人版哥哥的婚礼 哥哥的结婚对象就是政府分配的 为什么别人都能通过政府分配 找到命迪之人 跟岛却要在美笑和莉莉奈之间纠结 他确定自己喜欢的是美笑 可渐渐的 又无法确认自己对莉莉奈的感情了 这时走过来一个婚礼场地的工作人员 问他们是不是政府通知的伴侣 得知跟岛和莉莉奈是 就邀请他们穿上西服和婚纱 来当婚礼模特 莉莉奈连忙问美笑的意见 美笑的鼓励他们可以尝试一下 于是两个人真的留下了联系方式 接下来的婚礼上 新郎新娘都光彩多目 主持他们婚礼的四衣 也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还播放了他们相遇相知相爱的视频 那幸福的模样 让莉莉奈忍不住心生向往 美笑就让她结婚的时候 跟岛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落在礼堂了 就连忙回去找手机 刚好见到美笑一个人在哭泣 看到跟岛过来 她也无法强颖欢笑 哭着对跟岛说 哪怕是撒谎 也对我说一句喜欢吧 话音刚落 跟岛就直接捧着她的脸吻了上去 而这一幕又被回来找跟岛的莉莉奈撞见 但她选择默默退开 不打扰两人 回家之后 跟岛为自己的轻率感到后悔 如果她不能下定决心 再这样继续接近美笑 只会让她徒增痛苦而已 有美笑和人板 两个人就像普通情侣一样 逛遍了那个小镇子 回到旅馆后发现 两家父母已经擅自 把他们安排在了同一个房间 两家人的氛围非常美好 如果不是因为先喜欢上美笑的话 想必他们能成为很好的亲家 跟岛和莉莉奈 也能成为天造地设的一对 吃过晚饭后 他们一起去了温泉 两个人隔着一堵墙交流 刚聊起伍士兰所述的命定之人 究竟是什么意思 两家的父母就过来了 只好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到了休息的时候 跟岛翻来覆去睡不着 突然莉莉奈来到了他面前 说有些话想跟他说 大概是意识到 莉莉奈想说些什么话 跟岛拼命转移话题 希望他不要继续说下去 而莉莉奈还是直接开口了 表示他也觉得 跟岛应该选择美笑 在遇到他们之前 莉莉奈每天都过得浑浑饿的 但自从和他们成为了朋友 就感觉整个世界 仿佛有了色彩一般 所以他都不管什么 命定之人不命定之人的 只是希望自己的朋友 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段时间 他也一直在寻找解决方法 只要两个人一起去跟政府说 跟这个人绝对没法 一起过下去就可以了 政府大概会开展为期半年的调查 只要这段时间 他们一直装作讨厌对方 这样双方都能避免惩罚 也不会对莉莉造成误点 而且政府通知 没能撮合成功的人 也不会再被强行匹配 只要到时候 美笑也用同样的方法 解除政府通知 他们两个人就能在一起了 而跟岛果顿拒绝 他不想这句半年 一直都说讨厌莉莉奈 可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毕竟跟岛喜欢的 果然还是美笑 而莉莉奈也希望能 一直跟美笑做朋友 能够再次匹配的话 希望到时候能认真谈一次恋爱 所以想让跟岛 帮自己练习一下 他说这话自然是有私心的 恐怕在婚礼上 看到跟岛和美笑接吻的时候 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感情 才想在解除关系之前 任性一把 于是两个人在月光下 练习起了接吻 这个吻越来越激烈 仍然已经超过了练习的程度 只是他们都刻意忽略了 内心涌起的感情 因为他们都有想守护的东西 最后两个人手拉手 同时看着月光说了一句 今晚月色真美 一周后的周末 莉莉奈也把美笑跃了出来 任版则就找了跟岛 这些天 跟岛一直在纠结 并产生了一些后悔的情绪 他觉得自己那样做很对不起 莉莉奈 也不知道自己做出的决定 是否正确 总结来说 就是害怕伤害到别人 又是任版这个 连自己的感情 都不敢说出来的人 开导他 如果真的有因为他而受伤的人 也是因为那个人 自顾自就喜欢上了他 所以才会自顾自的受伤 毕竟喜欢一个人 就是这么一回事啊 任版让跟岛 不要对自己的心说谎 放心大胆的去吧 听到这句话 跟岛也觉得 自己好像明白了什么 立刻跑了出去 而此时莉莉奈和美笑 已经一起换上了婚纱 莉莉奈也问了美笑 关于政府通知的事情 可美笑同样不愿意告诉他 终于 跟岛在两人陪婚扎照的时候 赶了过来 他已经想清楚了 无论是和美笑 毫无关系的日子 还是失去莉莉奈的日子 两个他都不想要 所以即便是被骂也没关系 所以跟岛 看到他们两个人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两个都很好看 只是听到这句话 对于美笑来说 就已经足够幸福 就这样 他们一起拍了三个人的婚纱照 虽然看起来很奇怪 但每个人的喜欢 都是独一无二的心意啊 竟然真的达成了 小孩子才做选择 而我全都要的结局啊